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9月20號的更新預告在粉專已經發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這一次有什麼預告吧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第一個是通緝犯酷劫跟酷劫的追隨者 這兩個活動基本上是一起的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之前韓版的介紹吧 首先就是第一個活動 紅色妖魔活動啦 持續到9月6號 這段期間每天會有兩個時段會出紅色妖魔 中午12點4分30秒跟晚上的8點4分30秒都會出紅色妖魔 然後持續5分鐘 紅色妖魔一樣就是打完之後會得到葉子變身幣跟經驗值 60分以上的玩家如果每天打兩隻紅色妖魔的話 你也可以獲得酷劫的隨從袋 那這個隨從袋打開的話一定會獲得注釋兩張跟酷劫的食物 那酷劫的食物就是注順啦 那機率可以獲得紅色妖魔一張 又或者是紅變酷劫 接下來就是酷劫的活動啦 一樣是持續到9月6號 登場時間就是紅色妖魔結束後30秒 會再出現 那他持續時間持續15分鐘 並且會跟之前一樣出現在八大區域 這邊我就不念過去了 那他會掉的東西也跟之前一樣 那下面的這一個裝備是可以交易可以開卡池 這個都跟以前一樣我就不念過去了 再來就是秩序煉金啦 這個就是我們期待已久的 藍裝紅裝即將上漲的活動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當初的介紹 他只能夠非刻印藍色裝備以上才可以 也就是說綠色以上就沒辦法用了 那至少要放三個裝備才能練 那他這邊也有一些公式可以參考一下 英雄加藍色兩個是有機會可以練紫的 然後紫妝加兩個紅色則是有機會可以練金色的 但是你如果放紫色、紅色跟藍色各一個的話 則是不能夠練金色的 最多只能練紫色而已 那金色有機會可以練到火焰鏡、心臟、研磨心臟、金防部、金部跟神話練金石 其實這個新秩序煉金不是說只能夠練到這些 紫妝、紅妝或藍妝都跟混沌煉金差不多 那這邊也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紫妝的煉金的機率以及項目 隱身斗篷也可以練到 因為現在來講會去嘗試煉金的韓國玩家還沒有很多 所以我就盡量找了這些資訊大家就可以參考一下 再來就是新的煉金石 目前已知你如果要煉紅煉金石的話 機率大概26% 紫煉金石的話大概2% 並且你如果是要煉藍妝、紅妝、紫妝 都有機會可以煉到地火風水龍甲 這個算是蠻猛的 好那看完規則之後接下來來介紹一下 他的煉金石可以製作的東西 這個令我蠻意外的 因為他煉金石製作的東西有些竟然是機率的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金煉金石 金煉金石一顆 你如果要來做白金八風特或者是 白金死亡騎士的話 是只有15%的製作機率 我還以為是100% 所以這個應該會勸退蠻多人的 然後金戒指 刻印的部分 你一個 神話煉金石 55%的製作機率而已 很不乾脆啊 你要都直接給100% 怎麼會就只有15%跟55%呢 再來的話 這是紫色的 你如果是只挖紫便的部分 兩個紫色煉金石 你就只有15%而已 這也是蠻低的 而且你還要兩個紫色的煉金石 雖然說他有2% 機率還不算低啊 但你如果要開卡池的話 這個神話平鎮就是100%可以製作 並且是一個煉金石就好了 然後來看一下紅色的部分 紅色的部分 你如果是紅便 紅蛙 紅聖物的話 則是要 三個紅煉金石 才能夠做製作 而且是100%製作 你如果要做傳說平鎮的話 則是兩個就可以了 最後來看一下藍色煉金石的部分 藍便 藍蛙 藍聖物是三個 藍煉金石可以100%製作 然後這個純白箱的話則是兩個 那你這樣看下來的話 我覺得藍裝跟紅裝有機會會 紫裝的話就不一定 畢竟你如果真的是要弄紫的話 你神話這個太硬了 但是你紫裝煉金的話 你也許你是想要平移 轉成其他的紫裝也說不定 我保守估計應該是藍色 紅色會長 紫色的話則是看情況 最後一個惡夢的夢夜軍團 這個我大概查了一下我之前的 資訊影片 比較符合的有點像他之前 狂戰的時候 推出的 有點類似愛爾摩突襲 就是 集體爆怪 集體殺怪然後可以 拿到大量葉子跟經驗值的活動 對這個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個 那如果是的話 那就是可以充等 如果不是的話就要等 晚一點的更新資訊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改版搶先看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 問你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拜拜 8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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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RICH 等一下 小屁LINE的社群